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一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只使用Cable訓練全身 如果還沒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先按下影片下方的訂閱鈕 才不會錯過更多精彩內容喔 首先我們全身肌群的訓練分為四天 每天可搭配一個大肌群加一個小肌群來做訓練 第一天胸加二頭 我們先由大肌群胸開始訓練 第一個動作夾胸推 主要訓練我們胸大肌中下段 所以訓練的軌跡會由斜上至斜下 發力至頂峰時感受胸大肌的張力 緩慢下放感受胸大肌的拉扯 肩甲向後收 穩定好核心 避免肩膀向前帶長 8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二個動作上胸夾胸推 主要訓練我們的胸大肌上段 所以訓練的軌跡會由斜下至斜上 發力至頂峰時感受胸大肌上段與胸勾的張力 緩慢下放感受胸大肌的拉扯 10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接著我們進入二頭肌的訓練 第一個動作二頭彎舉 主要訓練我們的短頭 訓練時手肘盡量避免過度移動 頂峰時可以稍微停頓一下 下放置低點依然維持肌肉張力 避免將手肘打直 8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鐘 第二個動作二頭垂直彎舉 訓練我們二頭的長頭與攻擊 一樣在訓練時手肘盡量避免過度移動 頂峰時可以稍微停頓一下 下放置低點依然維持肌肉張力 一個對於臀腿核心非常好的訓練動作 在操作時我們下蹲至低點 將Cable用雙手固定至上胸前 雙腳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保持全程擠住中立自然下蹲 不用刻意彎曲背部或讓膝蓋不超過腳尖 膝蓋順著腳尖微微向外 盡量避免內夾 10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第二個動作 Cable公布分腿蹲 在操作這個動作的時候 避免身體過度向前傾 導致重心放在前腳的腳尖 膝蓋過前或前膝向內夾 對關節帶來太大的壓力 主要鍛鍊骨四頭肌 其次訓練到大腿後以及小腿 16-20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第三個動作 Cable臀推 鍛鍊我們的下背以及臀腿後側 注意訓練過程中 脊柱全程保持中立 臉部就順著上半身運動就好 10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30秒 第四個動作 Cable後抬臀 主要鍛鍊我們的臀大肌 在臺姿高點時稍微停頓一下 感受臀肌的肌肉緊張感 緩慢下放全程保持張力 想練翹臀的朋友 記得把他加入你的訓練菜單 10-12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三天 肩加三頭 第一個動作 Cable肩飛鳥 主要鍛鍊我們的三腳肌中速 一個讓上肢看起來更寬 整體更加倒三角 非常重要的肌群 台姿高點時稍微停頓一下 感受三腳肌中速 在頂峰時的緊張感 緩慢下放 全程保持肌肉張力 10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二個動作 Cable面拉 主要鍛鍊我們的三腳肌後速 三腳肌後速通常是我們較弱的肌群 把它鍛鍊好可以避免圓肩的現象 我們以感受度為主 同樣在頂峰時稍微停頓一下 感受三腳肌後速 在頂峰時的緊張感 緩慢向前 全程保持肌肉張力 10-14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三個動作 Cable三頭過頭拉 主要鍛鍊我們的三頭 長頭及內側頭 固定好手肘的位置後 發力向前拉至頂點後 緩慢向後至回到初始位置 8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四個動作 Cable三頭下拉 主要鍛鍊我們的三頭 鍛鍊好手肘的位置後 發力向下拉至低點 雙手順勢向外帶一點旋轉 感受三頭肌的肌肉張力 8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四天 背加腹肌 第一個動作 Cable滑輪下拉 主要訓練我們的大小圓及擴背肌 滑輪下拉已經算是 練背的經典必練動作了 訓練過程肩胛微微向後收 身體稍微傾斜約15-30度 發力向下拉 離心時不要太快 盡量控制住張力 8-12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二個動作 Cable坐姿滑船 主要訓練我們的背擴肌及下斜方肌 在操作時我們保持脊柱中力 肩胛骨隨著手臂後拉的時候向後收緊 同樣離心時不要太快 盡量控制住張力 8-12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三個動作 Cable反向飛鳥 這個動作跟我們三腳肌後塑的訓練有點像 不過我們改變關節活動方向 可以訓練到斜方肌 菱形肌 肩胛後飲 頂峰時感受後背的張力 盡量減低肩關節活動 才能更好的訓練到斜方肌 菱形肌 10-14下三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第四個動作 Cable捲腹 我們調整好Cable的高度後 跪至地面 雙手將纜繩固定至上斜方前側後 三半身朝向斜下方吐氣發力至低點 吸氣緩慢回至初始位置 12-18下四組 主肩休息1分到1分30秒 那麼以上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4天練全身的16個 超棒Cable訓練動作 如果有需要健身器材的朋友 可以到影片下方的連接購買 那邊有比官網更便宜的折扣 還有其他各種健身器材可以選擇 國立台北庫里健康大學運動保健系的學生 在今年的暑假將環島一週 把所學回饋於社會 進行27個單位的體制能慈善推廣 其中包含女髮族的社區單位 以及各校校隊單位 他們希望藉由激勵訓練 幫助年長者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 也希望藉由知識傳導以及實際操作 使校隊隊員們能夠理解如何保養自己的身體 以延長運動生涯 如果你也覺得這個活動很有利呢 歡迎到他們的粉絲專頁按個讚表達支持 連結我會放在下方說明欄 高校隊員們的勇気